台中海線往市區方向 台灣大道與鎮鷹路的梯子路口 最近兩個半月發生了六起車禍 其中有四件跟汽車違規左右轉有關 台灣大道直行綠燈 先是白色鄉行車違規左轉 後方白色休旅車跟上 但瞬間碰 害得綠燈直行的騎士撞上去 還有轎車違規 直接從快車道右轉 瞬間又導致慢車道上 直行機車撞上人車倒地 這裡太常出車禍啦 那個都看不見啊 當地警方跟交通局多次來會看 要追查到底這是純粹用路人違規釀貨 還是道路交通設計上有問題 像是說是BRT的那個站體擋到嘛 梯子路口轉彎處有一座優化公車站體 用路人一旦違規左右轉 視線勢必會有死角 台中市交通局在前方兩個路口 也擺出告示牌 但右邊這個牌子 雖然畫上了必須得在這兩路口匯出 卻沒有標示如果要在正英路右轉者 這個前提 快車道上也有大字寫得很清楚 右轉正英路車輛僅在六陽巷或南陽路匯出 有駕駛認為這兩處匯入的缺口似乎都太窄 要匯入慢車道的駕駛還要先切過優化空車道 再進到慢車道 容易錯過 一旦錯過就是長達五六百公尺的快車道 下一個路口就是正英路了 為此轄取警方也在路口加強取締違規 今年1月到現在 在這已經開出了70多張的罰單 目前交通局現在公車停 延伸畫出了曹華縣跟紐澤西護欄 要讓外地來不熟路況的駕駛 如果真不小心違規右轉 至少比較能看得到慢車道上的汽機車 避免再發生碰撞車意外 TVBS新聞賴崇隆 陳鴻毅 張子民 紅彩倫台中 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哦